频川收人镜天天亮不说 大家好我是频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那本场对抗啊 昨晚也算是极限对拼 打得相当的精彩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现在是AL秋天的落叶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啊 是蓝色的人组 爱丽脚丸魔兽养猪 哎没错啊 又是大Q神啊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 一名红色的王林 ID叫圣思慧 这个ID非常的具有 就哲学啊 文化意味是吧 感觉修行境界啊 有点高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王林这边首发的是DK 暂时没有放第二个通灵塔 有可能是 哎 放下了坟草 那王林选择的是一个科技蜘蛛流 科技蜘蛛的话 DK前级可能啊 最多练练小点 然后去抓对方连级 我们看一下大Q神 首发的是薛法师 说农民敲祭坛 首发薛法师没有造兵营 所以说薛法师这一局的话 应该是又要整活了啊 好 王林一个小师生过来侦查 看看对方 主要是看这个点啊 看看对方人子会不会开分框 因为这张地图的话 就是这个分框非常好练 好我们看一下 FK GO 敲了五个 五个民兵出来 去哪里练啊 哇 直接练这个商店 哎呦 这不见练的有点花啊 没有去练这个 这个民兵 哎呦 杉杉来迟啊 兄弟们等我 我刚才还在干活 把手杀的火放完之后 继续过来练 宣法师放了两口火 看一下五级野人 出一个什么装备 打了一个指环加三 王林的话 DK走出寄堂 直接过来抓 那一般这样的地图的话 人足80%是开分框 但是大Q神啊 不走寻常路过来一看哎 居然没有 DK已经看了好几眼了 依然没有 那雪佛这边的话 看看DKDK 没有看见 这个点一看啊 知道对方练完了 哎 看到一个小农民一发C带走 那这一波看看DK能赚几个农民了啊 上来杀了一个 然后库罗棒一招一发C又带走一个 哇 这一波有点小赚 那雪佛是有点尴尬了呀 本来过来的话 想过来烧树 偷一下 那现在他是等 等对方把这个点给练完 但是王林并没有练啊 哎呦 那欧帽的话 大Q神有点郁闷 刚才解说了一波 一波弗莱和欧环的啊 现在时不时 老是嘴里冒出欧环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 DK上来啊 继续杀 已经杀了三个小农民了 那雪佛是等了半天 对方不练啊 都没办法呀 只能烧了 你不练的话 我在这等 FK的节奏就断了 烧一波树 后来派一个小农民过来造塔 农民过来了 要去偷塔了 现在欧红 现在亡灵啊 有个大问题啊 这个点没有练 后面的话去练 你偷塔了 可能会发现 现在FKQ的话啊 非常着急 怎么办 就希望对方不要练这个点啊 前期都没有练 后期 后期是吧 还是练大点 比较好一点 这里的话 明明敲出来 FKQ的赶紧还是 英雄要回来啊 这被对方折腾的 有点难受 雪佛是买了鞋 买了单船 先把DK给赶跑再说 这边的话 一个小农民啊 一个小小口子 装进去 挖挖树 后面的话 头塔了 这一波 雪佛是 继续把对方给赶跑 有鞋 跑得快啊 这里亡灵的话 第一个蜘蛛已经过来了 上来 继续抽 先把你的蓝给抽掉再说 哎 亡灵的话 不想走吗 一直在这里骚扰 身上还有一个骷髅棒 科技情况 我们看一下 FKQ的话 二本刚开始升 主宽赶紧补塔 亡灵 二本即将升好了 小农民在这里把这个树给挖掉 挖掉之后 这里放一根塔 刚好这里能A到这个基地 到时候 这边DK 继续去干扰 雪法师 就是不让雪法师练击 那亡灵的思路 就是雪法师到三 那后面就不得了了 一定不能让对方到三 反正前期的话 亡灵部队也不多 就追着你 不让你练 好 亡灵二本七张升好 这里还在出蜘蛛 FKQ的话 这个树挖掉了 可以的 挖掉之后 直接补塔 第二根塔一放 两根塔出好之后 炮塔一升 直接可以把对方的基地给A掉 但亡灵现在回去要练极了呀 亡灵 你不应该是练这个分框吗 你这么多兵 亡灵好像想练这个小点啊 那过来练这个小点 一切就发现了呀 我们看一下亡灵的一个视野啊 亡灵一个视野 把野怪给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嗯嗯嗯 你过来一看 哎 看见了 看见了 什么情况 好 有视野了 冰塔一升 那发现了呀 哇 大口响表示郁闷 我辛辛苦苦 是吧 这个算计了半天啊 没想到 对方这个不按寻常路的练极套路 直接把我这个战术给破解掉了 那KQ很伤 前期准备了一万年 还是没成功 那怎么办啊 薛法师正面不是很好打 还得找机会偷击 亡灵很开心 是吧 一不小心练这个点 就练出了一些惊喜 好 DK到二了 DK到二 买了一个 骷髅棒 还有腐蚀之地 那应该是要练分框啊 分框甚至可以开一个 这边薛法师怎么办 家里的话继续补塔 身上我们看一下有单船 还有一个小动物 哇 亡灵不是练分框 而是直接过来 直接过来进攻 二发了一个纳加 可以的 亡灵很懂 说你前期不怎么出兵 那我直接过来进攻了 二本一好 二发一个纳加 很强 FQ也是很懂 家里疯狂的补塔 这边的话造一个车间 后面还是靠小炮 靠小炮来守家 亡灵过来的话 好 把FQ旁边一点给收割掉 DK的话 现在也就是二级半了 这边直接放通灵塔 直接在前线造建筑 通灵塔屠宰场 屠宰场好之后 生命是可以直接出脚肉车 亡灵准备工作非常的充分 FQ是第二次过来 继续过来偷塔 这一波的话 是身上带了两根塔过来 好 钻进去放塔 看能不能成功 双方都在此一举了 亡灵是直接过来T2 FQ的话继续偷机 这边一发C 好 先把蜘蛛给抬回来 先把这个塔给干掉 再拆一下你这个商店 好 先发是 你过来的话 有个小动物 把这个门给卡住 好 要开始升了 升两个炮塔 这边车间已经好了 可以直接升炮了 就看钱够不够 这里亡灵的话 不慌不忙 前线继续造什么商店 通灵塔 还有屠宰场 慢慢拆 拆完之后出脚肉车 留个FQ的时间不多了 FQ赶紧出小炮 出点小炮和对方对红 只换继续补塔 能拖多少时间 就拖多少时间 这两根塔已经开始升级了 好 炮塔一升 这个距离的话应该可以把这个框盖子给掀掉 这边已经有一个车子出来了 哇 角落车已经开始拆了 那FQ的建筑有点危险了 现在血法师的等级没有到三 防守能力也不是很强 王林还在出脚肉车 到时候 生个瘟疫 脚肉车都有一种输出 小农民掉血就非常快 这里也只出了一个小炮 两个人开始对轰了 王林现在看看 作战人口的话 王林现在是39 FQ的话是24 FQ哇 祭坛被对方给拆掉 好 两个炮塔 马上要升好了 炮塔一升好 我们看一下 打一下哪里 炮塔已经升好了 暂时没有视野 要不要出个飞机呢 好 炮塔直接平A 还是能达到对方的这个基地 王林反应很快 赶紧过来修 这边的话前线继续进攻 两个角落车 拆建筑拆得非常的快 这边塔非常的脆啊 好 血法师选择回家 回家守一波 对方的话没有修 没有修 这个A掉 这边来也能不能A到这个 能不能A到这个矿盖子呀 不会矿盖子 把对方的科技 N掉着没什么用感觉 好 血法师赶紧回来 家里民兵全部敲出来 能不能把对方给赶跑 那双方也开始极限对拼了啊 两辆角落车疯狂拉扯 这里民兵去冲 哇 对方的话也是撤退的很快 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个冰塔给撤掉 冰塔现在很硬 王林大部队又过来了 有FQ这一波民兵敲出来 好像没有赚到很多便宜 家里看看怎么玩啊 对方两辆角落车 没受什么伤 小农民拉出去 阵王一大半 这边的话 好 终于反应过来了 手动控制一下 A一下对方的这个矿盖子 能把王林科技还有资源给断掉 然后自己手手 只要撑到 撑到啊 撑到这个彩虹啊 就能赢了 现在FQ主观有7000多块钱 塔的话 现在还有三根啊 第三个在造 雪法师要找机会 把这两个车子给干掉啊 这两个车子真是毒瘤 好 王林非常针对啊 第一时间想把对方的圣塔给处理掉 圣塔处理掉之后 后面DK的蓝慢慢恢复 哎 雪法师一身雪 怎么办 钻到里面去 好 王林没有着急过来进攻 塔还有加上民兵输出有点高 这里的话 一个脚肉车疯狂的拉扯 没有打掉 没有打掉 雪法师抽出那家的一个蓝 民兵敲出来 这一波的话 蜘蛛一身雪往后拉走一下 王林这个拉扯还是很不错啊 继续A 好 先把这个冰塔给A掉 如有冰塔 各种减速很伤 雪法师现在还是二级多啊 没有到三 把这里抽一下 DK一身雪 抽完之后 哎 哎 往后抽一下 那家想反杀了 往后抽一下 现在FK狗的话 小农民死的差不多啊 就靠三个小炮在手 这里的话 哦 终于干掉对方一辆车子 很不容易 这一波雪法师一身雪 躲在塔后面 没有上电啊 很危险 雪法师99G血 这里蜘蛛操作出现一些小失误 这边还有一辆车子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哎呀 矿盖子没有A掉 被绞肉车给A掉了 那王林这个经济恢复了呀 那这一波FK狗不好打 王林有经济 雪法师一丝血 拉开来 这里的话 看看 小炮继续轰 DK也是一丝血 把后排继续造这个通灵塔 FK狗 在DN四敲民兵啊 全家老小全部敲出来 这里的话 哎哎 那家一丝血 能不能干掉那家 DK身上有个隐身斗篷 一发C好 直接想杀一下 你这个小炮 小炮赶紧撤 躲到塔后面 民兵跟过来 看能不能把DK给打死 DK的话 有光环跑得快 还有一辆脚车 这一波的话 好 雪法师把那家给追杀掉了 追杀掉之后 那这里把这个车子给干掉 对 车子干掉 DK的话 看一下 DK没有蓝 DK没有蓝 C不了 雪法师这一波放一把火 好赶紧跑 这一波双方极限对拼 FQ20人口 对方的话 也是掉到了21 这里继续抽一下 DK的状态不是很好 雪法师 62滴血 赶紧跑 好 有个小炮过来了 小炮格数来轰对方的一个DK FQ家里没有商店 没有商店 这个雪法师很极限 这里骷髅过来 DK想过来杀吗 看一下 DK的话是比较谨慎 目前亡灵的话也是没有科技 所以说刚才也是买不了这个雪瓶 这里的话继续出盒子 盒子一出 这个续航能力就解决了 现在DK马上要有一发C了 雪法师要找机会抽一下DK 这DK有C的话 雪法师就非常的危险 这里小炮继续轰 亡灵后排又补了两个冰塔 抽掉 抽掉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还一道能A出来吗 雪法师50多滴血 DK想追杀 DK有回尘 有隐身斗篷 不过这里有飞机也可以反映 这里想追杀 好这里往后撤一下 民兵过来卡一下位置 哎呦 19滴血 5滴血 5滴血的雪法师 哇 极限逃生 这里DK想撤 DK的话要不要叫TP呢 没有叫TP 没有叫TP 想钻出来 能不能钻出来 哇 他本来以为可以绕出去 没想到最后塔还是射到了 那DK射掉 雪法师26滴血 难道FKQ要赢吗 但是亡灵这个经济 一直没有断啊 虽然是双亡灵 双亿 连双亿型都挣完了 但是那家已经复活成功 那家复活成功 买库罗棒 这边资源方面往里很赚的 还有700多块钱啊 那DK可以直接买出来 但是雪法师的话 三级没有商店 这边的话补个祭坛 没有商店补计是一个大问题 这边那家又过来把DK给买出来了 家里的话又出了角落车 哇 这一局 虽然说拼尽了一切 可惜 没有第一时间把对方矿盖子给卸掉 导致对方的经济并没有炸 FK狗现在没钱了呀 没兵 没什么农民 鸡坛补了出来 雪法师 一个隐身啊 去对方家里放火去烧农民了 这一波看看对方能不能反应过来 好 一口火一放 五个农民全部倒下 哇 这一波烧的舒服 但是王林已经直接冲家了呀 一个角落车 双银行 再有一个盒子 家里只有仅剩的几个小农民 然后加一个小炮 那家升到了三级 这里小狗又拉了出来 怎么办啊 雪法师一个人拆 对方对方一波部队拆你 这小农民都没有变民兵 就过来战斗了 FK狗有点乱 民兵继续变出来 还想继续战斗 小狗往前冲啊 哎呦 这一波 FK狗太难受啊 偷塔成功 还是没有赢 关键是王林这个炼极细节 不走寻常路 好 这里骷髅棒各种招骷髅 塔的话 完全就是浮云啊 人族家里的话哇四滴血的血法师回来干嘛 四滴血血法师啊 过来把对方给勾引开来 但是这两根塔的话催得跟纸一样 王林继续屠弄 啊 FK狗没有机会了 没有机会了 没有圣塔 王林的话 英雄限制不住 好 FK狗打出了机器 我们恭喜这一名王林 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错 好 我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啊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